5月25号 美国务院发言人再次无端指责中国同太平洋岛国的合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发展同岛国的关系不对任何第三方构成威胁 同样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 同太平洋岛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是中国外交的一项长期战略方针 中国发展同岛国的关系秉持互利共赢开放暴容的原则 不寻求任何排他性的权利 不对任何第三方构成威胁 同样也不应当受到第三方的干扰 中国和岛国的互利合作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 收获的是互利共赢的成果 有利于中国和太平洋岛国双方的利益 也有利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发展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客观理性地 看待中国同岛国关系发展 共同为促进岛国地区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多做实施 发挥更加建设性的作用 感谢观看